不過我剛剛為什麼把這個電視牆 你看國產疫苗在這一塊 然後這個是要申請國外的國際疫苗在這一塊 然後政府的態度你看兩邊真的差很多 大家覺得之前怎麼就感覺你一直 全力的開綠燈的是在幫國產疫苗 趕快的讓大家可以上市可以來施打 然後國際疫苗好不容易遵取國產疫苗 但磁劑現在又卡關了 這如果你把它比作是 如果是進口車跟跟我們國產車 說支持國產好了 可是你開車只是速度快慢品質好快 不會出事 但是這個疫苗是攸關人命 攸關人命 所以國產跟國際差那麼多 不過我們現場還多加了一個來賓 是我們金融市的副議長林沛強 你好 這個我們副議長 我們要問一下這個剛才回過頭來 來講的是高端聯亞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也會覺得很扯 之前大家高端就覺得 怎麼全力帶護航 全力帶護航 我記得有一個新聞 高檢署下令說要來查 說有沒有內線 也過了蠻多天了 現在也一點風聲都沒有 可是看起來聯亞的這個狀況 跟高端蠻像的 而且看起來大家也覺得神神鬼鬼 可是看起來他們也敢這樣做 那看起來是查不出東西來嗎 還是說這查只是也是反映出民意 做個樣子說沒有 我們要查 我們看看他們到底怎麼樣 但就這樣交代 我上次這樣節目的時候 有講過說疫苗是個科學的產物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很快講一個故事 今天那個如果那個許甫兄還是 維康兄有注意到法國地方大選 這個馬克宏大輸 他輸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實驗室 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法國最有名的塞諾菲醫藥師醫藥集團 跟他們巴士德的那個研究室 他們那時候是他們自稱是全法國最好的這個疫苗研究公司 所以說他們那個時候在去年就已經宣布說 他們跟美國默克跟英國的GSK兩邊有兩支疫苗 針對這個新冠病毒他們有研發出來 結果在2020年底的時候 他們自己主動宣布說近二期失敗 一個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醫療集團 他們敢在全世界面前說醫療失敗 這是一個很需要很大的勇氣 而在因為失敗之後 那他們在2021年就是今年的五月二十七號 第二支跟英國的成功 但是因為這個法國的驕傲失敗之後 所以導致馬克宏的這個 他們認為是國力下退 他的支持度狂跌 所以導致六月二十一號 那我們看到法國的地方大選 其實馬克宏他們是失利的 但是如果說這也是 這到外面剛剛講說 為什麼完全是政治考量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聯亞高端 他們全部都是所謂的 剛剛講到量身訂做 這是個量身訂做 為政治考量量身訂做 甚至為了利益考量量身訂做 所做出來的一些標準會議 我們剛剛也聽過很多人講過說 本來贊成的人現在才留在審查會 不贊成的人都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離開 就算他們有良知也好 他們也不相信 他們的專業跟他們講 不能這樣做也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聯亞跟高端 基本上來講 他們要過EUA EUA是一個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 為什麼一般的人他們打疫苗的時候 就好像就是一般的成熟的疫苗 就是他們不管什麼年紀 那他們相對來講 他們的死亡率是相對比較低的 他們的副作用是相對比較低的 所以說他這個是可以給所有年紀的人施打 我們沒有聽到 我們現在目前聽到AZ也好 莫德納也好 都是給相對 因為經過是EUA 所以不可以給所有人直接使用 相對來講是比較有困難性的 但是EUA另外一副講法 另外一個講法就是死亡率是必然的 死亡率是不可豁免的 而如果他有死亡率有死亡案例出生的時候 他們可以美其名說這是實驗的產物 這是科學上的不得已的犧牲 但是科學上不得已犧牲的時候 真正得利的不見得是我們的國民 真正得利的是藥商 因為我們剛剛聽偉漢兄講過 你的藥商經過這一國的EUA 可以到其他國家去做人體實驗 包括我們本國在做人體實驗的時候 最後得利的人 三萬五千個的實驗體 這是第三期 全世界第三期的人要過 三萬五千個實驗體 三萬五千個實驗體 他們沒有特地說 你要在什麼國家 也只能在這個國家 只要三萬五千個實驗體就好 所以這樣子其實我會認為說 這個EUA基本上你拿來 只是單純的拿來去做 說我們這個EUA就是 表示這是我可以救我們 全國國民的一個萬鈴仙丹 我覺得這個這樣的協定 是非常不人道不合理的 而尤其是你第二期 我們的這個聯亞也好 高端也好 有沒有這個勇氣 不管是道德也好 是科學也好 上面的勇氣 去說我們這個東西站得住腳 就跟塞諾菲一樣 塞諾菲因為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法國的驕傲被人罵得要是 導致現在馬克宏的總統大選 搞不好不會過關 但是現在他可是馬克宏 他們法國政府敢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敢負起這個責任說 就算我們法國政府有問題 有這個我們說國力下降 我們丟臉 但是我們不能讓這個東西 在去年就過關 而他們合作是 美國的默克公司 美國那個他們是拿 美國資金來做 代價再大 你不能用人命去做犧牲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如果說 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像這樣的委員會這樣做法 這種政治的考量 政治的操作太明顯 是 其實這樣對我們的人命是非常不尊重 這個撇開政治考量 我們要現在要講的是說 一般小老百姓的感受 因為武漢哥時間快到了 我想問一下武漢哥 就是今天行政院推出了四點零的紓困 那其實大概的就是說四點零經濟方面 把一些打工族 就是說可能在他的那個 給付在兩萬一以下的打工族 還有一些代課老師把他列進去 不過我要問的是疫情之下 不管是你現在有拿到紓困金 或是你沒拿到紓困金 大家的日子都很難過 甚至之前還有一個調查顯示 這是去年調查說 大概十五歲以上的民眾 將近兩成無法在一週 籌到十萬塊錢 另外有三百萬人沒有辦法去籌 那個救命錢 武漢哥今天早上在廣播的時候 我特別有聽到一個令賞的故事 就是其實他不是說 有沒有拿到紓困 我聽到後面其實你講的 我也覺得你可能感情很豐沛 就是我覺得這是小老百姓真實的感受 現在在疫情之下 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令賞的故事是這樣 因為學父有聽 那可能很多其他的聽眾朋友 或是說跟我們現在在看直播的網友 並不知道 我先跟大家講 我並不是要跟大家鼓勵這個行為 或是說他這樣很對 我只是看到了這個事情 我覺得心很酸 就是一位五十四歲 住在新莊的林先生 那因為比如大幾歲 我就讓他令賞 我不知道他的全名 他五月十九號 他六月十九號的時候 前幾天的時候 他在騎車回新莊 因為他從北農要回新莊的時候摔車 他車就直接就摔在萬板大橋上面 那摔車以後就送醫院 送到亞東醫院 就送到醫院的時候發現說 給他做個PCR 因為現在都會做這個標準動作了 發現他確診 他說你怎麼 你是什麼人啊 原來是在北農的這個 就是開貨車的司機 每天騎著摩托車 從新莊騎到新北 騎到了台北 然後去上班開車開貨車 然後之後下了班 把車交回去以後再回去新莊 那過去這個月 他說他身體有過不舒服 其實細節我並沒有 我一直嘗試想要找到林長 我說我還去找里長 我剛剛打到里長 里長也不認識他 我想要問他 他到底他狀況是怎麼樣 那簡單講就是說 報導是說 因為他很擔心 如果說生病了 或者是他被陽性確診了以後 他沒有辦法 每天是收日薪的 沒有辦法上班了 沒有辦法賺錢了 所以就一直忍著這個 那當然他也是盡可能 就都戴著口罩 不要傳染給別人 那這不代表你不會 所以有人覺得 這樣是不值得被鼓勵的行為 我先跟大家講 結論就是 這個里長在亞東醫院 之後再做第二次 第三次的PCR的時候 都是陰性 所以他並不是確診者 那一個人 他今天在這段期間 令賞只是一個人 可是臺灣有幾個令賞 在過去這一個多月 剛剛許甫正問我紓困 紓困是個很大的議題 我這個原則 就是幫到需要幫助的人 用最簡單 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 講完了 行政院的官員 耳縫耳入 名指名高 你們要想盡辦法的 把錢發給需要的人 不要告訴我說 因為我們只有一百零八 民國一百零八年 二零一九年報稅資料 所以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從去年開始 就已經沒有工作了 每一家店 你去西門町 去東區 租租租租租租租 關關關關關 大家這一年來 尤其是這一個多月來有多慘 大家還需要我們來講嗎 一個像立場這樣的人 他如果今天一生病 就算生病以後 是所謂的無症狀 或者是怎麼樣 我沒有不舒服 可是他必須十四天不能工作 十四天不能工作 等於就少了半個月的收入 他要怎麼活下去 他要怎麼活下去 那立場是一個狀況 你會願意不舒服到騎摩托車 整個人昏迷去撞壁嗎 那就叫撐 為了生活 他只好有辦法撐下去 臺灣在撐的人不會只有令長 我也不是說要透過這個節目 或是說怎麼樣 你要去同情這個人 所以你的意思是換汗 每個人發燒 都要告訴大家說我沒事 然後去傳染別人嗎 不是 當然需要讓他們能夠去 趕快的把這個疫情終止 可是顯然 各位觀眾朋友 顯然很多人不是這樣想的 我看到柯市長這兩天 也想要對於很多大型的這些工地 去進行篩檢 結果一說要篩檢 兩百個人跑掉了快一百個 很多都是 萬一被塞到怎麼辦 有一些是可能原來就是 就是不是合法勞工 就是狀況都是很多種的 我們必須要先面對現實 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沒有在怪任何人喔 不怪令長 不怪柯文哲 也不怪陳時中 不怪蘇貞昌 而是說我們國家這個時候 要去面對這些問題 到回來 我從我母親的事情結束 我回來上節目的第一集 我就跟大家講了 台灣局需要三個國家隊 這個是一個多月前 我就講了 一個叫做疫苗國家隊 你要有一組人專門去搶疫苗 他不用管疫情 他也不需要去開其他的會 就是去搶疫苗 因為沒有疫苗 我們永遠無法解除 現在的一個痛苦的狀況 大家現金流的人 需要開餐食店的人 那個廟口 那個市場的那一些 賣乾麵的阿姨 他這兩個月在幹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 你從小孩吃他的瓜連 吃他的茶味 他現在可能已經多點了 他不知道在做什麼 他可能在家裡已經沒辦法吃 他兒子沒在家裡 這種人有多少 所以要人去搶疫苗 才能解決這個事情 這是第一個疫苗國家隊 第二個這次講的北農 如果我們有篩檢國家隊 柯文哲市長也不是沒有事情可以做 我現在不要講柯文哲一個人 台湾22個縣市 基隆也一樣 那我也不去解讀說 基隆的林佑昌市長 為什麼看起來 本來北北基部都很好 最近是用詞很兇 他說謊 我不爽什麼 當然大家講說 陳時中去看北農 林佑昌罵 可能都跟後續 軍就有關 OK今天我不談這個 但重點在於就是說 沒有人希望這事情發生 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是什麼 篩檢國家隊 如果我們篩檢能量 有像之前 廣州爆發的疫情之後 一個禮拜就篩 一千萬人 一天篩一百五十萬人的話 我們今天有任何問題嗎 一旦出現一個確診 馬上趴了一下 兩萬個人全部給你篩下去 有什麼好怕的 北農才五百個人 接觸四千個人 可是我們量能不夠啊 那陳培哲院士他有講 我們所採用的 跟美國CDC 跟美國的那個FDA的方式 還不一樣 我們的量能 我們篩檢沒有辦法 所以另外有一群人是專門做篩檢的 對不對 疫苗國家隊 篩檢國家隊 第三個就是我講的社會救助國家隊 像令長這種人 如果他今天有任何不舒服 他不用擔心 他未來十四天沒有收入 你以為他會不去看醫生嗎 今天站著說話不腰疼 他今天如果他必須 他家裡有上有老 下有小 如果你是他 你要罵他之前 我再講一次 他不是確診者 但他可能擔心 之後一旦怎麼樣失去工作機會 失去賺錢的機會 你的銀行褲頭有五萬 有五十萬 你當然不怕 可是如果他銀行褲頭 你連五千塊都沒有 褲子裡面只有兩千塊錢 我馬材沒錢 我後期就沒到這頓 你會安裝 那現在我們臺灣人 就只有很多都是這樣的人 很多不會只有一個令賞 政府要趕快挺身而出 我們現在政府我說實在的 我不會說政府沒有做事 但我很明確用我兩隻眼睛 問我一隊友都在看在聽 政府有花極大的時間 跟心力在鬥爭政治 在幹搞柯文哲幹搞侯友宜 都在講兩年以後四年後的選舉 這些先把他放下來 我一句話講完 我在這邊講我負責 只要政府把這個疫苗弄好 把防災做好 二零二二民進黨也不一定會輸 二零二是國民黨也沒有辦法贏 你只要把事情做好 民進黨要輸沒有那麼容易 但如果你只是想著要去鬥 這個人可能要選了 那個人可能怎麼樣 我們想辦法 他現在出事我們就同時 他而不是去幫他的話 我告訴你說不定 民進黨之後的選舉 還真的會翻盤 因為大家看不下去以後不爽了 民進黨就會倒臺了 好 謝謝偉翰哥 剛才偉翰哥特別有講到說 臺灣不會只有令賞一個人 所以在聽其他兩位來賓之前 我們要先問一個 真的每天你要開店營業 你才會有生意的 現在在線上的是 臺北市的冠軍牛肉麵 牛將軍牛肉麵的老闆廖國斌 廖老闆 老闆你好 你好 老闆 這個我們音樂的時候 你有來上過我們節目嘛 對不對 我們還有見過麵 我聽說每天 其實中午是最忙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間 如果是過去以往的時間 你是不可能跟我們連線的 那現在這個狀況 大家都知道疫情期間 我先問就是說很基本的 老闆這一段就是三級之後 大概生意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三級之後呢 這幾乎內用都不能做了嘛 然後完全都只能靠一些 原來的一些外帶 外帶大概佔電的過去大概一成 那其他就只能靠外送平台 外送平台的話就是 過去還好我的外送平台還不錯啦 所以這次的疫情的話 我們還撐得下來 還可以撐得過去 老闆你們店裡面 大概幾個員工 就是說這個你要撐下去 這員工的生計都要顧到 你們大概現在有多少個員工 要靠你這個牛肉麵店要養 基本上我店裡面 就是我們兩夫妻做啦 兩夫妻自己做 對 我們都是自己做 就等於說 但是過去還好說 現在慢慢有靠著外送勉強可以過 對不對 其實老闆都有些觀眾認得出來 有些觀眾可能不知道 過去其實兩波你都受到影響 在去年底 還有現在這個時間 去年底我們來跟大家講說 大家都記得說 前行政院發言人丁怡明事件 那時候講的是說 冠軍牛肉麵 臺北市冠軍牛肉麵用來牛 這件事情 大家都想到是皇家傳承 但是你其實是另外一組 同年度的冠軍牛肉麵店 那時候其實就因為這樣的事件 你的生意受到衝擊 現在因為疫情受到衝擊 有些人覺得是人禍 有些人覺得是天災 我不知道老闆你怎麼看 說為什麼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次我這一波的疫情 我認為其實臺灣有很足夠的時間 來超前部署 可惜我們的國家隊都在睡覺 我們上次我們疫情指揮中心 根本完全不知道這一年多在做什麼 說好的我們的購買的疫苗呢 到哪裡去了 到現在我們都只能靠別的國家 施捨送送送給我們的疫苗 我們臺灣現在變成 這個國際的孤兒嗎 還是國際的乞丐 對不對 這波疫情我相信 疫苗的問題沒有解決的話 把臺灣還會繼續的三級警戒下去 7月12號 我看7月12號也不是一個鏡頭 現在柯文哲最新說法說 可能到9月了 他覺得臺北市 其實我還蠻悲觀 我們很多朋友都歇業的歇業 沒有工作沒有工作 大家每天都是在那邊哭天喊地的 生意完全不能做 我還算是一個運氣還不錯的人 那其他我看我的朋友們 大家估計這個有可能會到年底 不知道能不能夠結束 也不知道 老闆剛才講說 歇業的歇業 沒辦法進來 是 對啊 大陸的疫苗可以給我們 為什麼我們不要呢 就政治在擺在面前 臺灣人民都不是命的 這個政府真的不倒臺不行 是老闆剛才講說 其實你苦撐下去 很多的朋友已經倒閉了 又是甚至歇業 我想問那他們怎麼過活 他們現在這樣子 因為政府說我給你紓困啊 我會有各種紓困補助的方案 你怎麼看這件事 其實現在我的很多朋友都在啃老本 就在吃老本 那根本就是幾乎是不敢 不敢在外面消費 對你說你說這個 所謂的紓困 紓困的話像我是領到個人的紓困 那也只有大概三萬塊而已 那我很多朋友他們 對他們沒有辦法紓困的話呢 其實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只領到個人紓困就只有三萬塊的紓困 那其他各方面還有 所以譬如說貸款或是有一些 我不知道行政院對你們來說 他說他們會盡量照顧到國人 你覺得說你這個部分你只能領到三萬塊是不是 對啊其實政府所說的 有很多的什麼申請啊 什麼紓困啊 像我有些朋友啊 他們是申請那所謂的企業的補助啊 但那很難申請 那像我們是因為去年 我們的個人紓困是已經有申請過 那今年的話他直接就撥給撥桿給我們 這部分我們是有拿到 那其實我是認為其實紓困的話 真的是緩不計及啊 我是覺得這個政府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形容他們 所以你覺得說比較悲觀的覺得疫情之下 苦撐要到年底 那現在老闆的做法就是說 多跟外送平台結合 還有原本的可能老顧客 原本是內用改成外帶 現在還可以撐是不是 是啊目前只能這樣子鼓撐啊 好好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給反映給我們的意見 就是說民眾其實想的沒有很多政治 沒有很多考量啊 就是說你趕快還給我們平常的生活 我們在講到這邊喔 其實看到這裡包括誰來幫一把 三百萬人籌不住救命錢 剛剛老闆的很多朋友就是這樣子 欸我不開店我歇業 接下來吃老本 我老本還有多少 那包括呢 還有這個龍山寺的里長怎麼講 他說其實你不要看很多店家 還有更多人是什麼 遊民遊民他們不是每個人都是 自己不想工作在那裡 他們可能有各自各自的苦衷等等 他們連身份證都沒有啊 然後到銀行去辦個戶頭 紓困四點年舊基金彈何容易啊 然後也有很多社福機構在講說 重點就是沒有人出來啊 那應該思考是有關單位要來協助 其實我想問一下保真喔 就是說我不知道民眾黨在這邊 有沒有一些 當然黨政黨的力量也是 雖然相對的沒有那麼像 政府的組織那麼強 但是你們有沒有媒介或是知道一些 這是大家民眾很苦的例子 其實現在真的是 我剛剛聽那個韋漢哥講令賞的故事 然後包含剛剛廖老闆這樣分享 其實心裡很酸啦 就覺得現在到底政府可以怎麼樣去協助這些人 因為包含我自己在住的這個附近 也是看到很多店是倒閉的 然後甚至都已經貼了頂讓 那或是他們就開始想其他辦法 可能縮短營業時間 就是晚一點開店然後早一點收店 就是他們已經去想盡各種辦法在苦撐 就像剛剛廖老闆提到真的是在苦撐 那包含我就是有跟一個 這個計程車司機有聊一下 就跟大家說 那你就是最近整個收入的狀況怎麼樣 有沒有這個可能掉蠻多 他說剛開始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很慘喔 掉大概八成喔 那一直到現在 他說平常他一個月大概可以賺五到六萬 現在大概只能賺兩到三萬 大概兩萬多就差不多就那個樣子 然後三萬就要偷笑 以他們現在自己的說法是這樣 那的確他們有領到一筆紓困 就是三萬一次領嘛 但問題是他說沒有用啊 我車帶一腳完房帶一腳完 就沒了嗎 勞健保繳一腳就沒啦 那包含報稅沒啦 他不是每個月領三萬 他就是一次性三萬 他不是每個月領三萬 他是一次性三萬 所以那個真的是只能夠稍微止渴一下 他沒有辦法是成為一個治本的東西 他是治標不治本的 那他自己也講到說他在那個大樓啊 就在那邊等就等客人 然後停在那邊停了三個小時 載不到一個客人 他自己包含在車隊這邊 指派也一個人都沒有指派給他 所以變成說真的很慘 就太多太多的案例了 剛剛聽到的 他包含我們講到的計程車司機 真的太慘 而且現在有七成以上的勞工 基本上是領不到紓困 他看得到吃不到 因為包含可能雇主 他根本沒有幫他申請 或是根本沒有意願去幫他申請 所以其實很多勞工他一看到消息說 哇太棒了我可以去領紓困 結果發現怎麼會我不服資格 就是想領是領不到 所以現在苦哈哈的人超級多 你不知道到時候還會有多少人 可是我那天還有看到一個新聞說什麼 已經受到皮包骨 然後進去警察局跟他說 拜託給我一碗泡麵吃 是我有看到那個狀況 我就覺得哇天啊 我真的是 在桃園嘛 講到泡麵我就突然想到前幾天的 那個小英總統 接受張雅琴的專方 裡面還聊到說吃宵夜這件事情 吃宵夜喔對 那個總統啊你都吃什麼宵夜 你有變胖嗎 他說當然變胖啊 但是這是國家機密不能講 他說那你平常要吃什麼宵夜 之前都吃泡麵 後來被管家就是收了 就不能吃泡麵 我現在都吃麵包 你知道有一種 總統覺得我偶爾吃個泡麵 奢侈的小確幸被剝奪了 那一般人其實我是沒有東西吃 我只能跟警察求一碗泡麵來吃耶 我真的是 我覺得照理講小英總統 他現在應該是憂國憂民 怎麼會還變 還有叫民眾多多外帶 多多外送 對他叫人家多點一份嘛 那當然我就覺得說 你應該是憂國憂民 然後想盡辦法去幫人民籌到疫苗 這件事情你還跟我說你 變胖就是我沒有辦法去理解 這當中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因果關係 然後我兜不起來 當然就像剛剛其實偉翰哥 跟我提到的說 我覺得其實小英總統他非常厲害的一件事情 是他很會去看網路的輿情風向 然後發現真的不行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出來收拾爛攤子 大家可以發現最近真的是 一連串的爛攤子都被他直接收起來了 那像是可能跟賈永傑打電話 那包含跟這個郭董 黃光琴也打 對然後跟郭董跟台積電 然後也見面了 然後等等你就會發現到 哇這個蔡總統很厲害 然後美國的疫苗又直接這樣來了 所以其實現在的確民怨真的是跟前幾個禮拜是不太一樣 而且特別是美國的這個莫德納疫苗來了之後 大家對於BNT的那種渴望度相對也降低了 但我真的要特別特別去講一件事情 這幾天可能國民黨有在講說 我們現在是不是就疫苗乞丐啊或什麼的 或許這個用詞大家聽了會覺得有點過於激烈 但我必須講這個詞其實也不是國民黨 他們自己第一次拿出來講 而是其實網路上已經太多網友都在講這件事情了 PTT版上一堆人都在說 我們就是什麼化源國家隊啊 我們就是疫苗乞丐啊 我覺得蔡政府 你如果不想要聽到人民用這種形容詞來形容你 那就請你趕快把疫苗弄到位 我必須講你現在幫你編了340億元的一個預算 去買了疫苗 你說買了3000萬劑包含國產疫苗在內 買了3000萬劑 現在到了多少 111.66萬劑 到貨率才3%多耶 非常誇張 而且我們現在目前的疫苗施打的覆蓋率 才6點多% 我們要到六成以上 60%以上 我們才可以達到群體免疫的一個目標 到底要等多久 但我覺得他現在蔡總統非常聰明的地方 就是他一批一批的十幾萬幾十萬 讓你覺得一直有進度 一直有來 好像政府有在做事 就營造那種政府有在做事的感覺 那甚至我們開始去跟人家拿 跟美國跟日本跟立陶宛 立陶宛本身也是需要疫苗的國家 那後來路透視也報導說 好像說我們去跟人家請求來的嘛 那現在是怎樣 我明明就是台灣是一個有錢的國家 我們的人均所得並不差 為什麼會落到我們好像都要去跟人家要 跟人家拿 然後是可能欠人家人情等等的 其實包含像立陶宛這個也是 他相對是比較親美反俄的 那因為現在美國 他相對可能跟中國之間 就是有一些角力的問題 所以立陶宛他這一次 為什麼會撥疫苗給我們 兩萬劑給我們 其實說真的 背後都是有一些政治的考量 講的比較白跟美國交保護費 就是有一些政治的因素的考量 但沒關係 不管他怎麼考量 我們還是說謝謝 人家的好意我們就心領了 我們就說謝謝 但他背後是怎麼樣去算計 怎麼樣去考量 我覺得就另外一件事 但我真的必須要講的是 蔡政府真的是 反正疫苗真的趕快來 而且BNT拜託 我真的覺得不要再卡 但我真的很擔心 就是像韋翰哥剛剛提到 其實現在就是推拖拉的政策 因為包含其實像蔡總統那個時候 跟這個台積電 還有跟郭董談完之後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意識到 總統府跟行政院 還有指揮中心他們的說法 到底可不可以去跟 上海復興代理商去買BNT疫苗 這件事情 其實他們的說詞 一直都還是反反覆覆 然後又到了現在 對於慈濟 他又跟你說要原廠授權書 那我現在不是一切又回到了原點嗎 所以我其實說老實話 蔡政府他們非常喜歡 就是玩這種文字的遊戲 把你搞得昏頭轉向 然後就覺得 好像有進度 但感覺好像 又最後其實又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真的是拜託 不要再一直搞一些什麼意識形態 那些政治的操作 包含現在對我們 這個北市府的北農事件也是一樣 我稍微跟大家補充一個數字 北農其實之前 不是我們一直講說 大概50幾個確診嗎 那現在其實明明就已經只剩下 大概20個 現在30幾個案例其實都已經 就已經康復了 對啊都已經是OK的 但是他們現在就刻意再把它拿出來炒作 然後再加上 中央農委會指派的翁振興 來當北農的總經理 其實裡面已經很多的攤商 是已經怨聲載道 說這個總經理 根本平常都沒有在顧他們 連之前想要口罩都拿不到 然後呢發生了事情之後 你這幾個大官來 總經理也沒到嘛 就這幾個大官來視察 大家也在跟他說 那個陳時中部長給我疫苗啊 陳時中部長也是一副這樣嘻嘻哈哈就走過去 請問你到底去視察是什麼意思 而且說真的 中央幾位大官 去到北農視察也是應該的 特別是陳吉仲 陳吉仲你是農委會的主委 你本來就應該要負其責任 不就是你指派的人過去的嗎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陳時中部長也講到了 其實並沒有所謂的要去接管北農這件事情 本來都是中央跟地方合作 但一直直到昨天 蔡英文總統他PO出的那篇臉書 他用的詞還是寫支援地方喔 支援地方喔 我後來就去留言 因為我看不下去 我就說我覺得中央的心態要改變 不是支援而是合作 因為一旦你是用支援的心態 你就會覺得那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 你的錯我來幫你 我是來幫你 搞得跟施捨一樣 我是來幫你 但其實柯市長他已經提了 既然北農是在我台北市的境內 我該負責的 絕對不會推脫 我們北市府就把它弄到好 但是我也希望中央的農委會 你既然總經理是指派過去的 那總經理是有實權 在北農是有實權的喔 你就拜託一起負起你該負的責任 一起積極的處理 然後跟地方上 跟北市府一起來合作 好我這邊要講一個新的消息 這可能保證或是副議長 之前都有去過 立法院的老字號的康園餐廳 也不敵疫情七月三號要熄燈了 所以大家知道什麼立委或是記者 或是甚至有一些大家政治人物 就有去立法院可能處理事情 或是陳情的這個康園餐廳 也不敵疫情結束 在疫情之前大家看起來都是蠻慘的 我們來看到包括這位 這個王浩宇失去了桃園市議員 結果又爆炸疫情 他說他自己也撐不住了啦 他說任何企業都難以承受 好這藝人楊麗英 如果說大家是比較年長的長輩 或是說現在可能是六七年級生 對他都還有印象 他說他去年就已經領過一次補助了 今年還要再拿紓困補助 因為所有的演藝事業都停擺了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到我們的政府告訴我們 朱棍四點零 又有多少人可以拿錢 又有多少 加起來看起來很多兩百零六億元 可是這時候我要分享一個消息 給大家看 南投這個佛心企業 我要特別念他的名字 他叫做新永權的董事長 叫做林濟靖 他在地他就看到什麼 就是很多人就拿不到錢嘛 我自己拿腰包三千萬的現金來幫助這些 根本拿不到政府紓困的錢 又是民間來生錢拿錢出來 幫政府做他們應該做的事 之前有一個家用節 現在有一個林濟靖 現在還多了誰 周子瑜 他說跨海送暖 說一些醫療器材也要捐 這些本來應該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但是政府告訴我們什麼 政府告訴我說 我告訴你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我們不實施夏季電價了 電費不漲了 電費不漲了 然後我這邊簡單講一下 電費不漲的話 中火要給你加機組 要給你加煙囪 現在直接 不管台中市政府了 直接經濟部說 我們就直接發給他特種建築執照 中火就確定再加上去的話 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我不知道這一連串的現象 副議長你怎麼看 我先回到那個紓困上面來講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美國到目前為止花了多少錢紓困 一百六十兆 我講的是照台幣一百六十兆來紓困 每個人拿到三萬兩千塊美金 每個人都拿到 不是說你是沒有牌付條款 他們就是因為知道大家難過 所以他們直接拿一百六十兆的美金 來去做這個紓困 好 那日本呢 日本拿了九十三兆 而且他們是這三 這是目前日本 今年四月份還在加碼 還在加碼 目前台灣可以有第五輪 他們目前給了九十三兆 是他們四十趴的GDP 因為他們知道說人民是不能等的 這些我們剛剛講的Lins 剛剛講的這些一般的市場消費 他們是不能等 他們現在就需要現金 而我們講說以前我們 我們常常上一家是比賽叫做新加坡 新加坡花多少 新加坡花了二點一兆 至少單位都是兆 沒有 新加坡的人口是六百萬 我們台灣的四分之一 然後他們花二點一兆 然後他們花了二點一兆 他們目前現金拿到 我們二點一兆裡面有其他很多的 很多的項目 包括紓困貸款 包括企業貸款 包括很多很多其他項目 而他們現金拿多少 八百塊美金 也就是也是 我記得他們也是不排付 八百塊美金等於是一個人 拿三萬 如果新加坡可以 我真的想不到說為什麼台灣 我們國力不輸人家 我們的外衛存體不輸人家 我們各方面都不輸人家 而我們卻要精心計較 讓我們自己的民眾很難過 我很佩服台北市的這個 方和聲 方理長 我跟他有直接合作 他在做食物銀行 我在那邊做食物冰箱 然後我們讓一些趕口人 來我們的辦公室前面每個禮拜四 然後我們有很多好朋友 一些善心人士 謝謝你們 給我們物資讓我們發散出去 就算在沒有疫情的時候 可是疫情一來的時候 我們很怕群聚 但是我們知道說方和聲 方和聲 方理長 跟我的一些同事 還是有合作 把這些小便當送給一些 現在還是很需要的人 不是只有說 本來不弱勢的人現在變弱勢 可是現在弱勢的人 你不是逼他們去死嗎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真的 這剛剛我剛剛講得很好 就是要三個國家代表隊 對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我常聽到 之前在去年的時候 常聽到所謂的區域 區域防守 區域聯防 說北北基斯議題要區域聯防 那我說請請兩位大市長 兩位大市長 不要再講說互相甩鍋之類 就直接做個區域聯防吧 你們現在的互信基礎 能不能重新再起來 我知道之後科市長 準備要去選總統 我知道林市長 知道翔宇台北市長 這都是你們要去考量沒關係 但是能不能現實一點 我們現在有人在確診 我們現在有人在死人 我們現在沒有疫苗 然後現在我們現在 連快篩都不敢 為什麼 因為我最近在 我自己說 我那時候跟很多好朋友 包括我跟那個江主席說 我們要不要來做快篩戰 我們要不要直接在地方 我們說黨部還是說 我們幾個好朋友 我們來真的來做快篩戰 結果我跟我們基隆的一些 一些工業區好朋友問說 我來找人家做快篩戰好不好 他說副作你不要 為什麼 他說如果快篩出來 他確診的話 那我們這個公司 就整個要停工了 有一個人確診這公司停工 有一個人確診這公司停工 那沒有人會敢去用這快篩戰 他們寧願自己跑去等 那個公用的快篩戰 然後等目前程序是一個禮拜 你等一個禮拜之後 你才能做快篩 因為是公費的 那我就覺得說 難怪確診者一直出來 因為我們不知道誰得診 可是我們每個人 天天都要想辦法 就是要生活啊 我們接觸這個病 這個新冠病毒 他不是個罪惡 確診者不是他們願意的 不要把他們當作說 他們是他們是像說得了什麼 性病還是不文明 一直有這種獵巫的狀況 不行這樣子 這樣他們是我們一般的人 而且他們是會好起來的 很多人是會好起來的 不要這樣去看人家 但是很麻煩的是 不是得病的人麻煩 而是他得病的話 可能傳染到別人的人麻煩 那能不能說 在這個時候說 不只是民間有同理心 今天看到很多企業 很多人都直接出來捐錢 那我也 我最近也去找我們福倫社 找很多好朋友去說 連補習班的端主任都說 佩強哥幫 我想幫忙 我能不能捐一些N95口罩 我說好沒關係 那我們捐給誰 N95口罩這種醫療支援 我們只好捐給第一線的診所 我們只好捐給第一線的牙醫 因為他們是最有可能接觸到確診者 而且被確診者的第一線人員 他們也是維持社會秩序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們能夠幫他們做到這些 大醫院 我相信衛福部衛生局 他們都現在想盡辦法再支援 但是一般人如果生病怎麼辦 他們也需要支援 民間這次所有的社團都很阿沙利 想要捐什麼就捐什麼 能捐什麼就捐什麼 但是更最現實的是 沒錢怎麼過火 剛剛講車貸 房貸 甚至說什麼房租之類的 這些如果你就給個現金 人家如果我們不要講說你們一天到晚 跟我們講說 美國會印鈔票 所以他們給160兆 日本人家家大業大 93兆 新加坡咧 新加坡是我們 以前我們叫人家比賽度還夠高 人家給2.1兆 剛剛有講到立陶宛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一點都不小 這個國家的土地面積是我們的六倍大 因為我去過 那我那時候不只我去過立陶宛 我還接過要過立陶宛的前國會議長 Emmanuel Zingras來台灣 他是個反俄鬥士 但是他們國家已經沒有支援到個程度 所以說叫他們國家首相主動拿出來2萬 2萬支疫苗 基本上我們也在逼人家 去犧牲他們自己國民的 國民可能的性命 而波羅的海三小國 我們都知道 立陶宛很大 那我們在那邊是一個代表處的 所以我嚴重懷疑 其他兩個國家也是被人家逃 也是 因為這個餐會有所謂的拉脫維亞 找不到去找立陶宛藥 拉脫維亞 愛沙尼亞跟立陶宛 這就是